Hello大家好 我是广 spread 小凤 这几天天天天下雨 天天天天天真的是哨得 这个鸭子都没法把它放到鱼塘里面 没办法就等它再大几天再放到这个鱼塘里面 对这几天抱的都是有大鱼大暴雨 就怕这个鸭子无印尖就是被吹的 那个被水推走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放到这个鱼塘里面 等没有下雨了 再把它擀到鱼塘里面去 现在我要来给这个鸭子扎料 扎完料要扎水就OK了 这个小鸭子刚抓回来 还是要每天打理的 不然的话它会挂掉的 所以说最近我就比较辛苦了 因为我姐跟我姐夫不是在养这个羊吗 他们也在忙着搞这个羊圈 所以说鸭子就辛苦我了 这里有一篮 然后这里又有一篮 这里又有一篮 后面还有 这里也有一篮 现在猪篮多了 随便他们怎么走动都可以了 之前猪篮少的话就没办法 但现在猪篮多了 随便放都可以了 现在我姐跟我姐夫一直在忙着搞这个羊 这个羊它完全是真的 没有时间过来打理 那篮已经看完了 现在过来看一下这一篮 这个料一定要就是不能停 要一直放在这里给它们吃才行 这个鸭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润声 有点怕人的 不能吓到它们 吓到它们的话就会就是长不大 我姐说了就像我们之前老人渣说的受精了 所以说不能让它们就是受精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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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那个怕人小 现在哇这个都没有水了 要去扎点水才行 现在呢来这个鱼塘这里啊 扎点水 喂这个鸭子 看到没有 这个鸭子啊 这个水都喝完了 如果我不来扎料 不来扎水的话 我姐不会来的 所以说还是得要靠我啊 没办法只能喝这里的水了 因为上面啊 那里的水被我姐关掉了 她说喝这里的水就可以了 喝这里的就喝这里的吧 把它洗干净再打 办的话会有势均的 这里的水还是很干净的 因为每天都在下雨 也不是说很脏的那种 打一桶就够了 因为这个小鸭子呢还小 这个鱼塘啊 里面有很多鱼 哦 下雨啊 这个水啊都满出来了 护荣医啊 创业真的是 世事难 那个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啊 创业还要来那个 可以了 这一桶就可以了 哎呀 下雨天了 把这里搞得丝巴巴的 没办法 不用怕 我是给你们换水的 不然的话你们都没有水喝 这里到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再搞了 再打扫了 天气好的话也把这个鸭子 就是放到鱼塘里面 然后就可以就是打扫猪篮了 每次搞完都要消毒 都要弄的 之前这个东西我还不会用 就是现在已经用的 很熟练了 因为用久了 之前什么都说我点手把手了 教我现在他不教我 我也会了 会用久了 来来来过来喝水 我在这里他们不敢过来喝 我出去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过来喝了 过来喝吧你们 看到没有 这些鸭子都口渴了 现在过来喝水了 渴得不得了了都没有水了 我一打上来他们就在这里喝了 药也炸好了 水也炸好了 水也炸好了 我会发明一下 水也炸好了 就让我们可以喝水了 但是我可以喝水了